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任正韵鹏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突然讲了一句话 他只要拿到50万票 他就赢了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任正韵鹏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突然讲了一句话 他只要拿到50万票 他就赢了 那正韵鹏讲这句话 大概他隐含了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不是爱说笑 那第二个是不是代表他的选情 已经非常乐观 然后第三个是不是恶业 就是晚上吹哨自行壮胆 那正韵鹏讲50万 这个是低空警戒线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 桃园历年的投票率 你来看的话 桃园最高是七成四 算在台湾里面 算是最低的 因为那个是大选 它是七成四 是台湾里面最低的 那其次我们再过来看 历来县市长的选举 就桃园市来讲的话 它只有六成多 最好的好 最好的是六成一 最最差的好 抱歉 最好的大概六成三 那你最差的大概六成不到 五成九 所以我们从这个投票率上面 那你估算 就是郑云鹏讲的50万 你的确确是低空警戒线 那个是在投票率很低的状况之下 才可能实现 那从郑云鹏的话里面 那你我们听出悬外之音 事实上他对选群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焦虑 他为什么焦虑 就是我已经分析过 北台北桃源 中桃源跟南桃源的问题 事实上投票率低 对国民党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郑云鹏他才敢讲 我拿到50万票 我就当选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的区域 向来是投票率不高的 就是因为他在南桃源 那南桃源 基本上是一个经公教区 还有就是说一般 一般生活富裕的 会到北桃源 不会住在南桃源 况且他南桃源的地方 福源虽然很大 但是呢 他投票率向来很低 郑云鹏才敢讲 是50万票 我就当选 那就封关前所有的民调 通通都指称 无论是张善政 无论是郑云鹏 张善政都胜过了郑云鹏 那张善政 他应该他的票数 他的票数大概是52万票 但是52加50的话 是102万票 这个是不符桃源市的投票率 所以郑云鹏他显然讲到50万 他是要吹出他的基本盘 还有鼓励 给桃源的人多多出来投票 因为南桃源的投票率向来很低 上次郑文燦第一次赢过吴志阳 第二次赢过陈学胜 就是因为北桃源的投票率 超过了南桃源 而北桃源他又是支持民进党 所以我们终关几次的选举 就是说郑文燦第一次出来 对吴志阳的时候 他的投票率大概是6成2到6成3 那到了陈学胜的时候 降到了6成1左右 到了蔡英文大选的时候 大概是7成4 然后现在我们要估算他的投票率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让国民党知道 就是你在南桃源的投票率一定要高 那张善政才稳 所以应该是张善政他52加 50的话102 然后那你去除以他的人口数 那这个将近要到6成4到6成5 所以我们从这个投票率来推估 他们两个选情 当然这个中间还有郑保钦 还有赖湘林 但是郑保钦跟赖湘林 他们截至目前为止 他们都是个位数 那会不会说这些个位数的票 去分割了郑运萌的票 这个要到11月26号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就我所知 如果桃源市民认为郑保钦 或者是赖湘林 他们根本选不上 他还愿意出来投票的话 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那这些票可能会到张善政那里 不会到郑运萌那里 那其次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蔡英文他的确很会选举 就是说投票前后 确诊者不得出门 要居家得理 那确诊者 他们这些人 因为受疫情政策所害 他们基本上是反对民进党的 那蔡英文能够这样子做 就是证明了 他也看到了这股趋势 各位不要忘了 整个台湾疫情破口的地方 是在哪里 就在投资 所以我们分析完全部的状况以后 我们必须要讲两个 第一个国民党的投票率 一定要提升 那第二个 就是说张善政未来跟 郑运萌之间 他们的得票数的差距 大概是5%左右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当郑运萌说希望拿到50万票 他不是爱缩小 他是把投票率 得票率通通加进去 就是换句话说 他已经精准的算出 桃圆市 这次的投票率 大概只有六成二到六成四之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表面上看 张善政的声势 压过了郑运萌 但是实质上 民进党现在已经在操作 某一些政策上的奥波 这一点值得张善政跟国民党注意 有所谓的 communic的 是 是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